Hey, what's up guys? I'm Mr. Yang 我们学英语最头痛的就是我们会一直翻译 把老外的话翻成中文 然后把我们想要说的话翻成英文 这样的话真的太累了 而且如果他们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呢 会发现很没有劲 为什么呢?因为就反应很慢嘛 那今天我就分享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有英语思考能力 最重要的是不要再翻译啦 那我一开始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呢 其实我英文也是很破的 就是没办法很爽快地把它说出来 很容易呢会把脑子里的东西呢 翻译来翻译去 所以我跟老外聊久的时候呢 我就会很容易很慌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聊下去 后来呢我就发现 我一定要锻炼我的英语思考能力 就是我的英语思维嘛 这样的话我的英语反应才能够快 我就开始每天花15分钟呢 就是把我眼前的东西都用英文去描述 那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用一个英文单词去描述你眼前的东西 在这个阶段呢 其实你完全不用把它说出来 都是在你的脑袋里面进行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要锻炼我们的英语思考能力嘛 比方说我看到一台电视 我就会快速地在脑海里面把它的单词说出来 如果我发现我没办法快速地把这些英文单词说出来 代表我的词汇量是不够的 我就会把我不知道的词呢 用词点查出来 然后呢我就会学习它的拼法 还有它的读法 那查完了之后呢 隔天再看这些东西 看我脑袋里面能不能够快速地把它想出来 直到每一次我都会快速地把它的单词想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那些词才能真正地牢牢地记住了 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 当你每次到达一个新的环境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锻炼你的英语思维 不用着急 因为其实家里有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怎么读的 光一个房间啊 就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的英语单词了 所以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把你周围的东西看一看 想一想它们的英文单词是什么 如果在这个阶段你已经很顺了 而且很快速可以把你周围的东西用一个单词去描述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进行第二个阶段啦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锻炼短句的能力 记得我们不用把它说出来的 最主要就是锻炼我们的英语思考能力 比方说我们一开始呢 可以做一个热身 首先呢我们用 I'm 然后后面呢 你可以随意搭配你们会的英语单词 这个完全是根据你们的level的 那如果你后面可以想更长的句子 那更好 那如果不行的话 一开始短一点也没有关系 当你练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描述你周围的东西啦 在这个阶段呢 最重要就是培养形容词的词汇 如果有一些形容词 你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查一下词点啦 但这里呢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一定要用全英文的词点 这样的话呢你就会习惯用着英文去学英文啦 记得一定要用A learner's dictionary 为什么 因为这个词点呢 只会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描述 去帮你快速了解你不懂的单词 这个真的太有用了 而且还会强迫自己呢 不能翻译 这个方法呢 你可以快速的把很多句子还有单词都背了 背完之后呢 隔天再继续这个锻炼 看看一样的东西 这一次看你能不能够想出一些形容词来 This ring is so delicate This dish is unbelievable 这个阶段你不用着急 真的练到你觉得都简单了 我们再进行第三个阶段 因为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练习形容词的 第三个阶段和自己讲英文 很多人觉得在国内就不会有英语环境 但其实并不是出国就一定有英语环境的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家人的英文现在都漏漏声啦 但他们现在也是一句话都不会说的 所以营造英语环境的好方法就是自己跟自己 talking啦 没错 在这个阶段你也不用说出国 完全是锻炼你的英语思考能力的啊 比方说在这里你可以聊一些比较简单的对话 Hey, how was your day? My day was okay I read a book and went to school I also had a really nice lunch with my friend Andrew Oh, that sounds great It seemed like you had a good day What are you doing? I'm not doing much Just talking to myself Is it interesting? Yeah, it's alright He seems to be a funny guy Oh, really? 像这样的锻炼呢 每天15分钟 你就可以慢慢把自己的英语思考能力练起来了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口语能力去聊 千万不要刻意地用一些什么很难的单词 我们这个锻炼呢 主要是让你习惯用着英语去思考 不是用来考你的词汇量的 而且完全不费力 也不会觉得丢脸呢 第四个阶段 就是把生活上的东西变成英文吧 像我们经常用的手机 你就可以把手机的语言变成英文了 你这样的话 他就会逼着自己去看着全英文的东西去操作了 还有啊 电视啊 电脑啊 这些都可以变成英文版吧 这个也是营造英语环境的好方法了 第五个阶段 就是用着英文去回顾你的当天 当你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子 去描述你的周围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试着看 睡前用全英文回顾一下你的当天 这个方法非常好 他除了可以锻炼你的英语思考能力之外呢 他还可以锻炼你的总结能力哦 今天是一个好天 我看到很多的好朋友 然后我们一起玩 我们一起吃 我们去吃到我的最爱的价格 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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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when I fell asleep on the sofa for three hours. After that, it was time for dinner. 如果一开始总结的时候想不出什么词, 没关系,短一点也可以的。 因为一开始肯定是这样子啊,对不对? 总不可能一步当天嘛。 不过短念到后面你就会慢慢地把一些细节总结出来了。 越细越好。 记得你可以加一些连词去把你的句子变长哦。 比方说, but, and, so, I had a good day, but it was tiring. So, I slept a lot, and it was also a hot day, so, sleeping felt nice. 好啦,那这些都是我在国外锻炼我自己的英语思维的一些好方法。 不费力,而且自己就可以自己跟你锻炼啦。 大家可以试试看一个月,我是觉得如果我能做到的话, 你们就肯定可以啦。 我是明明可以靠脸的,但偏偏不要脸的Mr. Yang啦。 哈,用心啦,嘿嘿。